相信大家对日本无印良品MUJR很是熟悉吧,因为他家的产品有不错的保障,拥有着大批的粉丝。 他是在日本的经济萧条时期创建的,本艺是一家没有商标的优质品,为了创立这个品牌,减去了中间不少的包装领受环节等等,主要是推出了很多精美的文具、家具用品等,深受大家的喜爱。 然而你知道中国也有一家同名的,无印良品吗?但是他们并没有半毛钱关系,山寨战胜正品,在中国早已不是第一次了。 2015年,非人麦克尔乔丹半素乔丹体育,这个来自中国福建的品牌依然活得好好的,还在萌求上市。 2016年,美国No Balance,白素,丢失那个耳熟能详的中文名,新版轮,并赔款山寨品牌500万元密币。 2018年,再一次,我国山寨品牌传来捷报,中审裁定,2005年,在上海成立的日本无印良品公司所使用的无印良品,商标侵害了北京年天仿制品商标程。 此后,正品良品计划注释会社,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司,需放弃使用无印良品商标,并向山寨北京年天仿制品公司,北京无印良品投资有限公司,赔偿62万元。 日本无印良品,MUJR,办给中国无印良品,这意味着,今后,无印良品在国内或只能叫母鸡,MUJR,了吗? 探学书称,无印良品商标有海,南南华实业贸易公司注册,合并使用在第24类棉制品,毛巾,床单,枕套和被罩等产品。 由效期限制2021年4月27日,并在2004年7月21日,转让给2000年,成立的北京年填放制品。 这家无印良品,英文名叫NATURAL MEAL,是北京年填放制品公司旗下的品牌,包括商标名称,紫行,用色机内部装孔,与日本的正版无印良品,几乎一模一样,对于没有太多了解的消费者来说,基本上是无从分辨的。 在淘宝上,两家品牌都有店铺,都叫旗舰店,一般人能分得清楚哪家是日本的,哪家是中国的吗? 店铺的风格设计上,两家也是十分相似,真是老公,老王,有点傻傻分不清楚呢?稍不留意,就会买错,产品款式都很类似,产品贴纸也都是一模一样。 而且,这家做纺织品的无印良品,也在售卖MUJR那些最具特点的文具笔,还有人去乡讯机搞一搞,宣称自己是国民品牌,连用四个国民,想必是对自己很骄傲吧? 当然,我可没说它是卖假货货,毕竟人家在自己的店铺,还特意声明自己与MUJR无任何关联,我公司是无印良品商标。 中国大陆地区唯一合法授权使用人,事实上,像无印良品这种,全方位磨全纺维的东西,在国内真的不少。 比如这家来自广东的国产,安奈赛,它和日本资深唐旗下的AMDSS安奈赛,其实没有半毛钱关系,倒是逼得人家日本品牌进入中国后,重新命名文安热纱,还有上个月被媒体曝光的一篮篮池,完全一模一样。 连日媒报道了,好一个远渡重阳的丢人,还有更厉害的,名创优品,logo设计都照搬优衣库,经营模式来自日本大创10元店。 卖的本色封面来自,并没有给名创优品授权的豆瓣花手,花手去年已向名创优品提起诉讼,还被日本电视台全方位报道,而最后,这家名创优品在接载里,还把店开到了日本,真的有点东西哦。 如果说明创优品已经是老油条了,那接下来的这家潮牌店,可谓是魔宝界然染生起的明日之星,喜大普奔,国内首家Supreme落库深圳,各位潮男潮女还不快去排队潮胜,等等。 右上角这个圈是什么?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商标,仔细一看就会发现里面写着NYC,这是个啥?Supreme和直线?不,这还是个山寨,和前面提到的一样,它也是从logo到门店,再到产品细节,全方位复制Supreme。 更牛的是,它还在自己的品牌联名发布会上,邀请到了Supreme的主理人,亲自登台签署合约,可是,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Supreme的主理人,难道不是个白人吗?什么白人黑人的? 最后我们还是抛到一边,在中国品牌一次次取得胜利的时候,一次次绞进脑汁钻扣子的时候,其实山寨还是山寨? 毕竟网友的眼睛是学亮的,日本网友看到媒体报道了责职情况后也表示,海外展开时,商标登陆,日本会社调查带,日本企业策,参念,今晚全力买,在海外开展事业时,虽然会期前调查商标是否在登陆,但日本企业的相关调查太慢了,这算日本企业自己的失误,虽然很遗憾,但是只能拿钱买权利了, 撤退,人口多,大,嗯,全面撤退不是很好吗?虽然中国人口众多,但风险很大,最后,附上日本正派无印良品官邦声明,面对次次商标,侵权判决结果你是怎么看? 还有你最喜欢日本无印良品MUJR的那款产品,请直接在文章下方留言告诉我们